大家好我是這邊 歡迎來到SUPERMOTO8的頻道 我想各位一定非常期待在我身旁的 全新的山陽的JET SLO PLUS 這台車其實在去年 我記得好像9月多的時候 能源機就已經出來 然後我們也曾經報過 大家都非常期待這台車 裝上他們家的158C這輛引擎正式的量產 終於你看今天讓我們在年初的 今天才第三天而已 就直接看到了這台車 所以期待已久的朋友 真的不要再想了 我直接破題了 不用再想了 這個動力真的像 在開始之前 我們還是帶大家來介紹一下 它的整個車輛的外型的設計 你可以看到車頭的部分 我記得上次XL 那時候我說它的車頭 有沒有像VS10R 當時我是不是這樣講 然後現在其實它這一次 也做一些小小的提升 你看它這邊則是加上了 兩個內置的罩子 罩住整個車燈 也因為這樣的關係 它產生了一個內置的 我手插進去出不來 內置定峰翼的感覺 那確實它整個車頭的語彙 我覺得我自己個人 我現在看到VS 我都覺得很帥 而且你看它發表到現在好幾年了 我覺得它車頭的武士感 一直帶到現在 那我覺得這台車 其實它有一點點武士感的精神 有帶到今天的Jet上面 那你也不要覺得說 它是參考別人怎麼樣 應該是說現在的定峰翼 內置定峰翼真的非常多 尤其在很多重機上面 比如說我舉RS660 是不是一個封閉式定峰翼 ZS10R ZS6R 然後Tribo R HONDA的Tribo R 一樣都是一個內置的定峰翼 所以我認為 這個或許是未來的一個趨勢 未來有可能在很多台灣的 競技級的速可達上面 你會看到這種內置定峰翼的設置 那山陽只是在Jet上面 走的蠻前面的 所以這一次在整個車頭 做了小跟動之後 我必須說 我覺得看起來更加的有殺氣 因為你看除了這邊之外 它上面開起來的這個孔 讓它整個車頭的這個盾牌的量體 看起來更有殺氣 更有那種賽車的感覺 好像這邊你看放一個號碼牌 是很合理的感覺 這次我針對它尾燈的部分 有一些小小的抱怨 因為我覺得XL車頭改了 然後車頭其實很帥 然後也很有那種大型重機的跑格感 它車尾沒變 那我覺得有點失望 那這一次它的車尾的造型 基本上也跟過去一樣 那我覺得有一點值得贊許 就是他們是XL Plus 它並沒有改成另外一個 完全的新的車型 去跟你說這是一台新車 所以它就直接告訴你說 這個就是升級版本 所以也因為它的定位跟它這個名稱 你會覺得整個設定只是合理的 小進化是OK的 那在車尾的部分 它基本上就跟過去那一代 是一樣的外殼造型 但是他們也補足了 當時我覺得車尾有點無聊的 一個小改動 它在裡面加上了 有點像是蝴蝶的一個定位登道 那也因為這定位登道的關係 它整個車尾的辨識度 以及它的整個車尾的層次 在外殼不變動底下 做出了最大的改變 即使它車尾現在用了也好久 好一陣子好多年了 但是它的車尾 並不會讓你覺得 有這種成就的感覺 另外在上次永安試乘的時候 我們那時候所配的輪胎 是一個很偏向道路的臺 旁邊有很多那種 特殊的鑽石壓紋 這台車竟然它的定義是比較熱血 我們其實希望它的輪胎 比較偏向熱血 那這次他們也聽到這個新聲 他們直接把輪胎改成 馬吉斯的R1N 比較偏向一個半熱龍的設定 再來你看它的整個車尾設置 它是採用雙土廚的設置 上面一個短排架的短土廚 然後下面為了防你的噴溅 還是有個長土廚的設置 這些東西都是現在年輕人 比較喜歡的一個車輪造型的設置 接下來則是帶大家複習一下 我覺得它最厲害的點 這台車之所以能夠稱霸TSR的比賽 能夠破百貫 主要的關係就是在於 它是同等級最短的軸距 1290的軸距 再來它的車重 也是同級車最輕的127公斤重 另外它還強調 這台車的傾角可以達到45.4 我想傾角部分黃浩應該很準 他應該常常把這傾角用完 但我們自己看它常年在TSR比賽 確實它的左右的傾角 可以用到非常深的傾角 後艙的布局 我們還是快速帶大家看一下 我覺得它整個車的格局 非常適合RACE 為什麼 因為你看它的手把 是比較偏低的感覺 然後它的椅墊 其實是有點往前斜傾 但我覺得它整個有符合 現在大家想要的一個平整化設置 所以後面並沒有太高 但是你可以看到它整個車輛的設置 是一個比較往前前傾的感覺 如果以我身高180 我跨座上來 你會注意到 你看我如果採用比較RACE的騎乘方式 你可以看到我的手跟我的膝蓋 其實是蠻接近的 但是它們還不至於會到 打架的情況發生 那我就講 為什麼它要做這樣的設置 其實在我自己的比賽車 忍者四百 全員廠狀態下 其實它椅墊是非常低的 然後手把是非常高 是非常舒服的 但是當我想要追求 它的極致的轉向 收線效率的時候 我會開始試著把車頭降低 讓我的整個車輛的重心 是往前 我的人也是漸漸的往前爬 那也因為這樣的關係 你在彎中做一些 往前的重心轉移的時候 它會利用你的重心帶到車頭 然後也因為前面比較低的關係 讓車輛轉向的效率往上提升 在配上它非常短的軸距的時候 它的整個轉向效率 會完全的展現出來 會讓你覺得整個轉向 真的非常的零強 在儀表的部分 它則是跟之前一樣 中央是一個圓形的 然後外面是一個轉速顯示 中間大大的時速 然後旁邊還有一個水溫 以及TCS的啟動的一些警示凳 在前面的部分 它一樣有配置一個 很大的一個置杯空間 那我想 你看以我拳頭下去 我想一杯700cc的手搖杯下去 是沒有問題 然後再來旁邊還有一個 QC3.0的一個USB的充電孔 你就可以把你的手機 放在這邊進行充電 再來呢 我們還是帶大家稍微看一下 它以墊底下的空間 好 它是一個自動彈開 這是非常加分的 然後它也不是用頂桿 它是用這種角輪的形式去呈現 然後它的整個坐墊底下 我相信大家非常熟悉 是一個非常方正的空間 1底4分之3加1底刮皮 都是完全沒有問題 就是整個表現是中規中矩的 它在科技化上面的設置 跟過去一樣 它是搭載Bosch 10.3的ABS 然後也搭載TCS系統 同時它也有一個零後氧 它們三菱科技的零後氧的技術 那也因為這台設定 在你在三道胚車的時候 會帶給你一份安全的保護性 回歸到車輛的最重要的動力的部分 它們升級了158c的那顆引擎 它的動力比起過去那一代 提升了16.3%來到了15P動力 在7500轉的時候爆發 再來在扭力的部分 它們則是足足提升了24.5 25.4%來到了1.48公斤米 在6000轉的時候爆發 而且同時它們 因為大家知道三陽最近幾年 參加TS賽事 它們有一個原廠的場隊 下去比賽之後 把這些比賽資訊回饋到 來調整車輛 也因為這樣它們調整出 這個最適合的一個傳動配置 不論是傳動的皮帶 以及離合器片的厚度 還有它的傳動凸輪 再搭配上常常在改裝電單 會改裝的一個輕量化風扇 也因為這樣的關係 它讓它整個出彎的反應 它整個扭力的爆發 會非常的強烈 據它們官方所說 中和以上的表現 它們在加速0到100公尺 會比起其他品牌的 150cc跟180cc來的加速 領先大概有兩個車身之多 那究竟騎這台車是怎麼樣的感覺 我跟大家分享 因為今天真的很可惜 地面非常濕滑 然後其實這邊的柏油 也不是非常粗的柏油 所以我們沒辦法試到它的機械 但是我真的可以感受到 它整個車輛的調控 是偏向比較Race 過去我們其實試過很多 比如說PGO 還有很多品牌的新車 我都會覺得 它們現在漸漸的把這些新車 做的更像是改裝車的感覺 那今天我覺得JET真的是 我覺得毋庸置疑 它的動力 它的傳動 在一些低轉的回頭彎 低速的回頭彎 我一開一下油門 我可以感受它的力量是隨傳隨到 有點像是 如果你要拿來對比重機 就是那種扭力型的引擎 在第一口氣馬上可以串你出去 那同時在它的直道 我不記得我過去有加速到90幾公里 但今天在絲滑的路面的情況下 我在墨速 我都可以看到表速90幾公里的速度 所以也可以證明 它這次搭載這顆158 真的換來很飽滿的 整個動力的輸出的感受 另外不止於此 我個人認為最近我自己常常在研究的 比如說車輛的幾何 或人的身高之間的差距 我跟小江很無聊 我們常常都會做一些設定的上面的改動 來看車輛 還有數據上面會有什麼樣的變化 我剛好我們最近就在試車輛的 車高的部分的調整 車頭高車尾高的設定 會帶來什麼樣的感覺 那我覺得今天JET 它為什麼會產生這麼靈活的操控感覺 除了它的整個懸吊的設定 還有它的短軸距之外 可能最厲害的關鍵點 可能是在於它的車頭的感受 是比較偏低 車位比較偏高的 我會覺得在我把車傾腳帶下去之後 它整個車子收線的速度會突然加快 前輪是一個非常靈巧的存在 它後輪的雙向並鎮器 並不會有那種特別頂的感覺 所以我會覺得後面好像阻尼比較偏重一點 然後是舒適的 所以你雙載 我覺得應該不會是太大問題 但是前面隨時傳達給你一個輕巧靈活的感覺 你只要輕輕動一下手把 它馬上就打破它的慣性 讓你車去行導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JET給我的第一印象的感受 再來煞車最近最常碰到的就是有那種 因為ABS的關係 兩邊的煞車深度不同的情況 這次山羊他們好像也注意到這個問題 所以你看 它不論是前煞車還是後煞車 它的行程都非常的雷同 非常的雷同 那也因為這樣 你在前後帶的時候 你就覺得它整個是一體作動的 這個真的是非常加分的一個點 整體而言 這台車確實在速可達裡面 它調教的非常接近於賽車的感覺 所以今天如果你是一個非常熱血的年輕人 今天的全新的SL Plus 它在動力補足給你之後 這台車在山道上面的操駕感覺 一定會進到一個全新的層次 最後他們總共推出了三個顏色 一個變色龍的藍色 還有一個換光白就是在我身旁 還有一個煙茶黑色 三個年輕人都會蠻喜歡的顏色 售價的部分 他們現在有幾個優惠 首先你會有5000元的購車金 然後再來它有24期的零利率 以及加著一個戰將的安全帽 還有一個500萬的安心險 在這些條件加注上去 扣完剛剛的優惠補助 它開出來的首批購買的價格 則是15800元的售價 如果你要找一台整個尺寸算小巧 然後非常刁鑽 很適合熱血車 同時你又想要大動力 然後還有完善的電控系統 那我覺得今天的山陽的Jet SL Plus 會非常適合你 以上就是我們針對這次Jet SL 做的一個介紹 接鎖到我們SuperModal Air頻道 我們下次見 拜拜